检防军海军航空兵公布发展目标 曾经被嘲笑为名不副实 如今要证明了 7艘航母350架舰载机 够不够呢 大家好 我是卢中成 欢迎来到中空talk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中国海军航空兵公布发展目标 我们都知道 检防军的航空力量分为两支 一支是空军 另一支是海军航空兵 可是经常有人感觉很奇怪 国外的海军航空兵 一般都是指航母上的舰载机航空兵 而我军没有航母 为什么建有海军航空兵呢 难道只是因为这些海航战机 要经常往海域上飞吗 可空军的战机也没少出海啊 所以啊 实际上那个时候啊 国际上经常有嘲笑中国的海军航空兵 说是名不副实 虽然难听 却也是事实 值得一提的是啊 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 已经建军七十周年了 前些天 解放军海军航空兵 还特意发布了七十周年的宣传片 使命与担当 同时也对外界释放了一个重要信号 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去找来看一看 非常的震撼 从建军的时候起啊 解放军海军航空兵 就开始保卫我国的海疆 和外来之敌 进行了英勇的战斗 近日 解放军报指出 我国海军航空兵已经初步实现了从岸基向舰基的转型 未来的目标 就是从近海到远海 也就是说 我军海航 未来重点要发展舰载机 争取早日建成 以舰载机为主的航空力量 成为全球顶尖的远海航空力量 能够提出这样的目标 当然是因为我国在航母发展领域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随着弹射型航母的下水 我军接下来航母下饺子 估计也不远了 有了更多的航母 当然就需要更多的舰载机了 之前曾有评论称 这几年海军航空兵发展的比较缓慢 都没有采购什么歼16 歼20和歼10C等先进战机 现在知道了吧 接下来海军将投入大量资源 集中到舰载机方向 自然就应该减少陆基战机的采购 未来预计歼15双座版 歼15D 歼35都会被海航大量采购 这些战机也不会平时就全部都待在航母上 还要有很多驻扎在岸上 按照外媒的估计 中国远期目标可能会拥有7艘航母 就是两艘滑越型加5艘弹射型 当然前两艘以训练为主 这么多航母 估计需要350架左右的舰载机 舰载机可比陆级飞机贵得多了 所以海航现在当然要精打细算的过日子了 真要有这么多的航母 这么多的舰载机 还是需要时间积累的 70年时间真的是不短了 这么长的时间里 海军航空兵终于是修成了正果 不再是所谓的名不复实了 未来国土防御的任务 可能就真的彻底交给空军了 海军航空兵将会随着航母远航走向世界 让那些个耀武扬威的航母大国看看 中国也有了航母 也有了真正的海军航空兵了 好 各位网友 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